那就是我们的激光产业,激光产业呢,现在用的也是越来越多 但是看这个技术水平如何,那就看我们的内部当中的这个技术问题 所以在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这个激光切割的时候,一呢,速的快 第二呢,燃烧的这个这个就,切割之后的断变 要比我们普通的激光,断参这个这个切割以后,要平滑的多,平滑的多,而且整齐的多 然后还有我们钢化玻璃的这个项目 钢化玻璃呢,我们有过这个视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跟我们普通的玻璃一样厚,然后呢,五公斤的钢球,从六米高,落在这个玻璃片上 这个玻璃片,门丝没动,它不会碎,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您如果想让我们的钢化玻璃碎的话,一个点上,一个点不能有偏差啊 一个点上,你要敲击两千次,你才能够把它给它碎 在咱们这里呢,我们做的这个实验,钢球啊,五公斤,六米高,落在我们玻璃板上 普通玻璃啊,我们做出来钢化技术以后,它不在碎 所以呢,这里呢,有几个这个特点,比我们普通的钢化玻璃要强2.5倍 透明度也比它强2.5倍,然后我们在这里面说的这个平滑度和标准偏差 就是它的整齐度,然后咱们看,有的时候有的玻璃看是不是有点像无线,往里面看 我们这个就平滑度,非常的好 然后在这里面说,钢化玻璃薄,重量轻,最重要的是它容易切割,加工方便 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现在我们很多用那种,有的这个钢化玻璃这么厚的玻璃做那个大棚的什么样,材料 我们这个呢,薄,重量轻,成本低,最重要的是通过的特量都好 这个呢,都可以用于我们农业大棚的技术,花卉,化农都可以使用,温室也可以使用 这是我们第九项,第十个呢,是我们环保漆 这个漆我们在这个产品展示厅里,已经拿来这个样品了,大家可以看得到 第一呢,环保漆当中,有这个叫,隔热 隔热是什么呢,在任何的表面,我们的房间外面,然后我们材料的外面 只要是,涂上一层漆,能把外面的热,打到外面 室内的温度,能降低12到20度,12到20度的温度可以降下来 这是叫隔热什么样,涂量,涂漆 还有一个呢,防热,防热是什么呢,从里边,材料的里边涂上我们的漆 热量不会往外跑出去,热量里面的温度不会跑出去 这是一个叫,隔防热和隔热的漆 还有什么呢,防水,防水漆是在我们,一般不是用防水层 做什么卫生间,漏水的这种环境嘛,我们这个是涂上一层漆就可以 涂上一层漆就可以起到防水的目的,防水效果好 最重要的还是防腐,还主然还可以起到一个防弹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材料涂上两遍三遍以后 还可以起到一个防弹的作用,这个漆啊,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呢 过后啊,在我们的样品那里头去看一下,它有个详细的说明 还有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环保除草剂,在我们印象当中 就目前市面上卖的,一般啊,快的,打完这个除草剂以后 一天以后,它才开始粘,然后直接藏着的一般有三到七天的 我们这个除草剂,涂上,这个喷上以后一小时就开始粘 基本上白天的时候,两个小时,这个草剂基本就处理到 最重要的是,我们给它喷上以后,装架不死,杂草死 这叫我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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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杂草剂的一个神话 最重要的是,涂上我们的这个杂草剂以后 呃,我们已经获得了,叫有机农作物使用的这个肥料 虽然我们这个是像粗草的作用,但是打完以后 种植出来的菜可以直接当中有机蔬菜来进行 达到有机蔬菜的标准,还有一笔蔬菜标准 所以,说明什么,没有任何污染,零污染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方面 就算是一个优优医 treasures